不知道打完這次國產高端疫苗 我的副作用會就這麼多 陳先生語氣非常無奈 這已經是他一個禮拜內 第三次到醫院報到 症狀沒有減少 現在三間就說疑似就是 疫苗不良反應 8月24號打完疫苗 當天他就住進醫院 27號再掛急診 到30號第三次掛急診 他都忍不住嘆息 副作用一直在 今後難道要一直待在醫院 一輩子嗎 還是要待到鬼門關 不只台南台中也出現了 疑似接種高端的不良反應 在聊天過程中都是很平和 然後一瞬間大概一兩分鐘 39歲的秋行婦人 8月27號打完疫苗之後 29號下午突然臉色發白 喘不過氣 雙眼上吊 就像癲症發作一樣 送醫之後他的心跳 飆到每分鐘130多下 就這樣持續了一個多小時 也是響應蔡英文總統 那個支持國產這樣 政府也大力推薦說這個疫苗 是孤中比較低的 但是一個好好的人 富人之間這種反應 其實我覺得 這樣的風險還是很高的 目前秋行婦人的情況穩定 已經出院 家屬說他們全家都打AZ 只有秋行婦人 對高端很有信心 堅持打高端 卻出現疑似不良反應 家屬希望政府要重視 副作用的問題 不要把民眾當成白老鼠 記者綜合報導 可笑 待會你 活躍 為我 送呆 敲 包 水 潮 水